罷工宣布拜登總統將會在3月24日前往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峰會 與北約和歐洲盟友商討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局勢 拜登總統簽署包括援助烏克蘭經費的聯邦政府開支法案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3月15日星期二說 他將會在3月24日在北約總部召集一個特別峰會 來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並進一步增強北約阻嚇與防衛的能力 他說在此關鍵時刻北美和歐洲必須繼續並肩而立 白宮發言人沙奇隨後宣布拜登總統將會前往歐洲和盟友共商處理烏克蘭局勢 拜登總統將會在這個月底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3月24日的北約特別峰會 商討持續阻嚇與防衛努力 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無端無理的攻擊 同時重申我們對北約盟友牢固的承諾 他也將會參與既定的歐盟委員會峰會 商討我們對烏克蘭的共同關注 包括誇大西洋的努力 來到對俄羅斯斯加經濟成本 為受到暴力影響者提供人道支援 並處理與衝突相關的挑戰 關於拜登總統是否可能前往波蘭 是否可能會見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沙奇 表示仍在規劃行程暫時無法公佈 是否會有大利益的利益 他們認為是否會有大利益 不端要圖要重新武 allá 如果馬上是否オ端無法公佈 能夠像拤凸 誇程很呢